这是我见过身份最复杂的男人 第一 他是黑帮老大的小舅子 帮派的二把手 第二 他和太宇 瑞妍都有私下利益往来 第三 他竟然是西州安排在黑帮 搜集信息的仙人 没错 百亿现金的犯罪证据 就是乌鸦洞的手脚 瑞妍通过表表的借听器 了解了很多信息 他知道西州才是最复杂的那个人 瑞妍大大方方找到了西州 两个女人阴阳怪气的谈论着彼此 双方的秘密不攻四破 最终两人选择绝脚 成为永远的陌生人 而另一面 金杜学终于接到了利盎的命令 让他到指定地点销贿百亿现金 金杜学明白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利盎绝对不会让他活过今晚 乌鸦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西州 西州也派遣眼镜男去了现场 三年前 利盎的诈骗案让眼镜男夹破人亡 这次眼镜男带着必死的心态 势必要守任利盎 也许是为了报复 也许是为了兑现承诺 西州将销赃地点告诉了瑞盐夫妇 明明知道是从此 瑞盐和表表仍旧想赌一把 同样 白益圣仔也接到了利盎的信息 并将此事告诉了太语 就这样 一场各怀鬼胎 全员恶人的大战 一触即发 金杜学带领小弟来到了约定地点 负责保护老大的乌鸦 却半路逃脱 此时 眼镜男将他与各自埋伏的角落 瑞盐表表三十秒后到达战场 几个人目睹着金杜学烧钱的全过程 看着几十一线金燃烧了起来 所有人都按捺不住 金杜学也抽风般地叫嚣着利盎 角落里一个神秘人扶过来 蹦倒了金杜学 这个人并不是利盎 而是接到暗杀命令的白圣仔 眼镜男以为利盎终于陷身 赶忙追了过去 不想空荡的厂房里 十几个穿着统一的利盎交叉走位 直接干扰了目标 暴露的眼镜男直接按着枪子 混乱中的太语则碰到了白圣仔 其实在利盎的命令里 太语也是被铲除的对象 为了妹妹 白圣仔显然不会杀了太语 他告诉太语 这一切都是利盎的拳头 为的就是铲除所有事件相关人员 这次他让太语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瑞颜 目前一切都在白圣仔的计划内 金杜学烧毁的也不是真钱 真正的一百亿 藏在金杜学的后备墙里 白圣仔已经为妹妹铺好了所有路 连国外的身份和洗钱门楼都打通了 他把一切都托付给了太语 然后决定找到利盎来个凉乱 太语本想将一百亿留作正路 可当他见到瑞颜的时候还是重要了 他把钱留给了瑞颜 自己的袋子伸入工厂 而此时幕后boss李昂终于现身 他为白圣仔整办了一场庆功宴 而白圣仔知道 他和李昂只有一个能活下来 没错 没错